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习近平的陪同下苏林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彰队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分裂市 应习近平邀请苏林于18号到20号来华进行国制访问 中国也是他就任越国中央总书记后出访的首个国家 苏林于18号上午乘专机抵达广州 在广州期间苏林与中国对越友好人士代表交流活动 他表示越中两国山水相连 文化相通 理想相同 命运与共 越南高度珍视越中同志加兄弟的传统友谊 始终将发展对华关系视为头等优先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19号上午 在同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举行会谈时表示 就任总书记后首访就来到中国 充分体现苏林对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 他愿同苏林共同引领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共同促进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 随后也举行了签字仪式 欢迎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同志 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再次祝贺你 当选越共中央总书记 已就任总书记后 首访就来到中国 充分体现了你对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 也体现了中越关系的高水平和战略性 我愿从你建立良好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 共同引领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过去十多年 我同阮福仲同志 相识相知 沿着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开创的中越友好道路 携手推进 具有各自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 共同开启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新时代 我们为失去这样一位好同志 好朋友 深感悲痛 将永远铭记 阮福仲同志 为中越友好事业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 相信 你将团结带领越南全党全军全民 继承软福仲同志一致 朝着越共十三大确定的建党建国百年奋斗目标 接续迈进 中方始终将越南作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 支持越南坚持党的领导 走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 深入推进革新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作为当今世界两个执政的共产党 中越两党要秉持友好初心 更续传统友谊 牢记共同使命 坚持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持续深化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 建设共同促进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 相信我们的道路一定会越走越宽广 而收到之前 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 18号上午乘专机抵达广州 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并于当天傍晚转递北京 苏林强调中国始终是越南对外政策的头等优先 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的邀请 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于18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苏林在夫人陪同下18日傍晚由广州转递北京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等中越双方的官员在场迎接 中国是苏林就任越共中央总书记后出访的首个国家 苏林邪夫人和越南高级代表团一行 其后前往越南驻华大使馆 与大使馆工作人员旅居中国越南人和在华越南留学生交谈 越通社报道 苏林强调他就任新职务后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是为了与习近平等中方领导人 共同商讨进一步深化和提升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的措施 进而建设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 符合两国人民利益 为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合作与发展做出贡献 苏林重申越南历来高度重视 并将对华关系视为头等优先 苏林是在18日上午抵达广州开始访华行程 他出席中国对越友好人事代表见面会时 回顾越中两党两国共同走过的道路 表示越南高度珍视越中同志家兄弟的传统友谊 苏林也前往黄花港72烈士墓 向越南爱国烈士范红泰之墓献上花圈 并到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就职参观 苏林说越南人民始终不会忘记中国 在越南民族解放 国家独立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所给予的帮助 当天苏林并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会面 月通社报道 苏林高度评价广东省与越南地方间合作 取得的良好成果 在越中关系整体发展做出贡献 黄坤明承深 广东省委政府高度重视对越 及越南各地关系 为促进中越关系更上一层楼发展 做出贡献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那么有关于更多苏林访华的相关消息 马上连线驻北京记者周嘉欣去了解情况 嘉欣中午好 杨子黄峰中午好 我们介绍一下苏林辞访的一些重点 另外双方预计在哪些领域回答正合作 好的那这也是苏林在八月初就任 越共中央总书记以来的首次出访 我们也看到呢 在今天上午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 是为他举行了欢迎仪式 而随后两人也举行了会谈 并且呢还举行了签字的仪式 那我们也看到呢 其实这是苏林就任以来 首次出访的第一站 就选择了中国 那我们也看到在会谈中呢 习近平就表示呢 这也充分地彰显了 越南新一届领导人 对于发展中越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 而他这一次的出访呢 是一连三天 行程安排也是比较的紧凑 在周日呢 首先是抵达了广州 就要寻访越南老一辈的领导人 胡志明主席 曾经在中国开展革命活动的一些红色足迹 并且呢也是同越中的友好人士 举行了互动和交流 那么接下来呢 继续在北京的访问行程 我们也看到 其实有很多的焦点是值得关注的 首先一个呢 就是进一步的稳定越中的双边关系 我们看到呢 近年来呢 其实中越两国的高层互访和互动 都是比较的密切 那包括在去年12月 习近平在访问越南时 双方就同意来构建 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 而包括这一次苏林访华 中方也是提前就表示说 希望借这次访华来进一步的深化 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 同时呢 也进一步的在世界地区 这个稳定发展方面 能够发挥两国的共同的作用 而另一个绕不过去的焦点呢 就是海上问题 我们也看到近段时间 其实菲律宾和越南 都是向联合国提出了 要进一步的来扩展大陆架的这个主权要求 而也是遭到了中国的反对 那么近期呢 在八月 越南和菲律宾则是在马尼拉海域附近呢 举行了首次的这个联合的演习 进一步的引发了舆论的担忧 所以说这一次分析也预计呢 中越可能双方就会进一步的重申 来避免让这样的海上争议 成为影响两国发展双边关系的一个阻碍因素 那第三个焦点呢 就是在经贸领域的合作了 我们也知道 中国是越南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那包括这一次苏林出访前呢 越南的外交部长裴青山就表示 这一次访问一个重要的议程 就是要落实两国高层所达成的一些共识协议 进一步推动两国的务实合作 那具体而言 特别是在铁路的互联互通 农产品贸易以及货币金融 还有文旅等领域的合作 而据外媒的报道 我们也看到 其实就预计这一次双方可能会签署的 在铁路的领域会达成一项新的协议 那具体而言 还将在哪些领域 开展更多务实的合作成果 我们在前方会持续的进行关注 日间交给香港杨子 王峰 好 谢嘉欣 从北京的前面上带来的现场观察报道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19号表示 菲律宾海警船当日凌晨 先后清闯中国南沙群岛的 鲜冰礁和仁爱礁临近海域 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 双方发生擦碰 责任完全在飞防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甘宇表示 菲律宾两艘海警船 19日未经中国政府允许 非法闯入中国南沙群岛 鲜冰礁临近海域 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只 采取管控措施 凌晨三十二十四分 飞方一艘海警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 以不专业危险方式 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艇 导致发生擦碰 责任完全在飞方 到六时许 非海警船不顾中方反复警告 航路管制 再次非法冲闯仁爱礁附近海域 中国海警对飞肇船只 依法依规 采取管控措施 发言人指出 中国对包括仙兵礁在内的南沙群岛 及其附近海域 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飞方一再挑衅滋事 违反中飞双方 关于仁爱礁非法坐摊船只 生活物资补给临时性安排 严重侵犯中国主权 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中方敦促飞方 立即停止侵权挑衅 否则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 由非方承担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一起聚焦美国 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前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 与他的竞选搭档沃尔兹 18号在关键摇摆州 宾夕法尼亚的西部 进行巴士竞选之旅 而同一天 大批清巴勒斯坦示威者 在芝加哥的街头聚集 就要求民主党政府 停止援助以色列 促成架杀停火 在宾夕法尼亚州月亮镇停留期间 哈里斯走进一家餐厅 与选民热情寒暄 回答记者提问时 他呼吁实现架杀停火 让人质获释 哈里斯与沃尔兹又到阿勒苦帕高中 同橄榄球队队员交流 还走进克里奥波利斯的杂货店 选购商品 展示清云形象 回到出发地皮子堡 同竞选团队合影留念后 哈里斯与丈夫道格登上专机 飞赴芝加哥出席次日开幕的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 同一天 大批示威者出现在芝加哥街头 手持巴勒斯坦国旗 佩戴巴勒斯坦传统头巾 高举停止加沙种族灭绝 与美国战争机器做斗争的标语 呼吁民主党政府 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援助和武器 促成加沙停火 也有在场抗议者 要求保障女性堕胎权 和性少数群体的权利 现场有数量众多的警察执行 路透社报道说 预计大会开幕的19号 将有4万名抗议者聚集 抗议拜登政府对以色列的立场 组织者称 到场人数可能激增至10万人以上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民主党19号至22号 在芝加哥召开全国代表大会 美国总统拜登 前总统奥巴马 克林顿等人将悉数到场 在这次大会上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 将会正式接受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与从事会场之外 则是聚集了大约2万名示威者 他们计划就巴以停火 和堕胎权问题 举行抗议活动 我后方就是这次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 举行的会场 这里也是芝加哥公牛队的主场 那么现在在会场内部 民主党正在进行一个 紧锣密鼓的彩牌工作 彩牌工作的一个最主要的内容 就是各州进行 这样的一个投票和唱票的 一个仪式 也就是说各州的党代表 要对他们州党代表投的这个票数 来进行一个汇报和总结 这也是这一次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 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就是党代表投票给哈里斯 这次民主党大会是众星云集 那除了美国总统拜登会发表主制演讲之外 在大会的第二天第三天 前美国总统奥巴马 前美国总统克林顿 还有前国务卿希拉里等等 都会发表主制讲话 那么哈里斯是第四天的重头戏 他将会接受提名演说 但是预计拜登并不会全程出席 并且见证哈里斯接受提名 在场外这一次 抗议声也是不绝于耳 据心这一次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 吸引了五万群众来到芝加哥 当然其实参与会场内部 其实只有数千人 但是在会场外部的抗议者 就多达两万人 这次的抗议的两大主题 分别是多胎权的问题 和巴以停火的问题 其实在民主党大会召开之前 因为是拜登宣布退权 哈里斯接任 就留给了抗议者一个难题 就是比如说在巴以问题上面 其实哈里斯的表态 要比拜登更加的柔和 更清巴勒斯坦 那么这些抗议者之前有犹豫过 要不要像之前抗议拜登那样 抗议哈里斯 因为之前的抗议者 对拜登贴上的标签 是对加沙地区进行了种族清洗 但是抗议者的主办方就表示 由于哈里斯同样是继承了 拜登的这样的一个外交政策 因此他们决定 仍然要把抗议进行到底 并且给哈里斯贴上了 也就是杀手的标签 那么在这次大会期间 哈里斯将如何对这些抗议者 作出回应 以及民主党是不是真的能够 在拜登退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 就展现出党内真正的团结 是此次民主党大会的一个焦点之一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特朗普 17号在宾夕法尼亚的集会上暗指 中华台北队和阿尔及利亚队的两名奥运金牌女拳手是变性人 他同时还扬言将会阻止跨性别人士参与女子体育赛事 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集会上的发表的言论引发了争议 他虽然说没有对两名全球运动员指名道姓 却宣称在巴黎奥运当中有两名变性人 特朗普称让两人出赛是荒唐的 对女性是极大侮辱 声言还会让男性远离女性的体育赛事 中华台北队的林玉婷 以及阿尔及利亚队的卡利夫 两人卷入了性别风波 成为了巴黎奥运关注焦点 他们在去年因为未能通过国际全球总会的性别检测 被取消参加市井赛的资格 但是国际奥运会则是容许两人参加巴黎奥运 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方面的最新进展 乌克兰方面18号表示 军队已经控制了俄罗斯库尔斯克州超过1,150平方公里的土地 并且炸毁了当地另一座桥梁 以阻碍俄军的补给线路 乌克兰总统泽列斯基则称 军队攻入库尔斯克是为了建立一个缓冲局 另外乌克兰防空部队称 俄军在19号凌晨在基辅郊区发动了弹道导弹袭击 防空部队正在交战 那基辅市军事管理局也要求民众前往到防空洞 在两个多小时后防空警报解除 俄罗斯军方军事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基诺夫称 大量乌克兰军方人员在库尔斯克方向被消灭 当地局势已得到控制 稍早前乌军发布了一段在库尔斯克州炸桥的视频 这是乌军最近两天所炸毁的第二座桥 此前有军事分析人士指出 乌军在库尔斯克进攻的区域内有三座桥梁 俄军要通过这些桥梁向部队提供补给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在18号首次明确就进攻 库尔斯克州的战略目标表态 他在夜间的例行讲话中表示 乌方当前整体防御行动的首要任务 是尽可能多地摧毁俄罗斯的战争潜力 并采取最大限度的反击行动 这包括在侵略者的领土上建立一个缓冲区 也就是在库尔斯克地区的行动 乌克兰战场方面 塔斯社18号引述国防部的消息称 俄军已经控制了顿涅斯克地区的 斯维里多夫尼卡村 另外乌克兰基辅的军事部门18号表示 俄军当天向基辅发动了本月内的第三次导弹攻势 不过绝大多数导弹在空中被拦截 军方负责人还表示 俄军极有可能使用了朝鲜生产的弹道导弹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俄军18号表示 目前库尔斯克州的战区边界并不明确 乌克兰特种部队以小组形式 深入俄军后方进行袭扰活动 来看一下本台记者 发自库尔斯克前线的现场报道 中日哈尔科夫军林管理局在审问被俘获的乌克兰武装部队军官后表示 乌军正计划对扎波罗热核电厂和库尔斯克核电厂攻击进行准备 俄罗斯国防部和俄罗斯外交部也通过独立渠道得到了同样的信息 两个部门都发表了对此的严厉的声明 据官方信息 乌军准备试图采用战术核装药和50吨炸药 对霍尔斯克和扎波罗人核电厂造成损害 在核电厂危机的态势下 上周六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和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人格罗西进行了电话的交谈 利哈乔夫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人近期访问扎尔斯克核电厂 并评估核电站周边的情况 俄罗西表示愿意参观核电站 俄罗斯国防部强调 如果基辅政权开始实施请习库尔斯克核电站的计划 俄罗斯将立即采取强硬的军事手段进行报复 专家认为 有关库尔斯克的战局 乌克兰军队正开始拉长战线 这意味着乌克兰军队很快就将出现漏洞 目前俄军从苏甲东西彻翼建立突出部 并从乌军控制区中部分分割推进 逐渐分割形成东西两翼的区域 这些战斗主要由俄罗斯格鲁乌特总旅和顿巴斯民兵旅团担任 目前乌克兰军队采取瓦格纳的战术 特总部队化装成俄军和老百姓对俄军的后方进行洗澡 关于俄军库尔斯克边境棄手失败的原因 俄军高层信息领域的争论仍在继续 其中有人认为这是阴谋 据多个电报频道称 此次失败是俄罗斯国防部清洗行动的回应 目的就是通过失守霍尔斯克地区 达到解除新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的职务 凤凰卫视卢语光 俄罗斯常驻维也纳国际组织代表乌里扬诺夫 在18号表示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专家已经拆穿了 有关于俄方疑似和扎波罗热核电站冷却塔火灾有关的谎言 乌里扬诺夫指出 关于有消息指扎波罗热核电站冷却塔的火灾 是俄方在附近点燃汽车轮胎所引发的说法 是荒谬的 已经抵达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 已经正式拆穿了这一谎言 另外根据塔斯社报道 17号上午 乌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发电机组附近 一条员工经常通行的道路 袭击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但是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 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安全状况正在恶化 俄罗斯外交部第三欧洲司司长加普金 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采访时表示 俄罗斯已经正式向德国提出调查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要求 并且寻求就德国履行其反恐国际义务问题进行谈判 另外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表示 乌克兰袭击俄罗斯库尔斯克的目的 是想要在谈判当中占据更有利的目的 而白俄罗斯作为俄罗斯的盟友正在向俄罗斯提供弹药 另外卢卡申科表示 乌军在白俄罗斯与乌克兰边境部署超过12万名军人 而白俄也在边境部署近三分之一的军队 乌克兰国家边防总局发言人德姆琴对此回应指 乌方没有记录到边境附近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接受俄罗斯媒体记者采访时指出 基辅发动对库尔斯克地区的入侵 是试图在与俄罗斯谈判时提高赌注 作为俄白联盟国之一 卢卡申科还表示白俄正在向俄罗斯供应弹药和导弹 而白俄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也已经准备好使用携带核弹头的导弹 富豪卫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关注一下中东局势 新一轮加沙停火谈判 本周的稍后时间将会在埃及首都开罗重启 不过以色列和哈马斯都互相指责对方故意的阻挠达成协议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18号抵达了以色列 希望能够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另一方面 以军继续空袭加沙 最少21人丧生 其中包括了一个家庭的五包台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乘坐专机抵达以色列特拉维夫 进行去年新一轮以哈冲突以来的第十次中东访问 他此行将会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高层会晤 寻求尽快达成停火协议 不过以色列代表团虽然表示谨慎乐观 并认为停火协议有可能取得进展 但总理内塔尼亚胡再次批评哈马斯 态度顽固 破坏新一轮加沙停火谈判的努力 哈马斯则反指以色列添加了新的停火条件 可以阻挠协议达成 另一方面 以军继续空袭加沙 中部努塞赖特一座楼宇重弹 最少有五人死亡 加沙卫生部门表示 当时星期天的连串空袭 并有最少21人丧生 其中带有拜拉赫一个家庭 有6名儿童遇害 包括一个五胞胎 有分析认为 以军在布林肯抵达以色列斡旋前 依然照样空袭加沙 显示停火谈判 取得重大进展的可能性很小 凤凰卫视中华报道 以色列特拉维夫18号的晚上 有一辆货车发生爆炸 司机死亡 而警方确定 司机并非无辜遇害的平民 而是携带着炸弹的遗犯 怀疑他准备进行袭击 另外有一名路人受伤 当局怀疑这个事件是一起恐怖袭击 现场有监控镜头也拍摄到了 货车在发生爆炸的一刻 冒出了巨大的火光 那时候现场地面上布满碎片 大批警员到场调查 并且封锁了附近街道 事发在晚上8点钟 特拉维夫警区的指挥官就表示 爆炸是由炸弹所造成的 至于爆炸原因 关键是要查出 这名被炸死的50岁司机的身份 但目前尸体是难以辨认的 另外一名男子 骑着摩托车经过当地 被弹片造成的中度受伤 送医治疗 警方确定 货车的司机是携带着炸弹的遗犯 怀疑他准备进行袭击 但炸弹可能是过早引爆 导致了他的死亡 以色列北部与黎巴嫩珍珠党的冲突 已经持续10个月 并且从未停歇 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 邀请国际媒体 在海法市听取简报 并且预告将在北部新社媒体中心 以应对北部局势升级之后 各路媒体可以获得 良好的支援和便捷的服务 来看一下前方记者发回来的报道 当地时间18日中午 以色列北部地区最大城市海法市政府 邀请国际媒体与海法市市长 约拿亚哈维交流 对于是否有计划 在北部设立新的临时媒体中心 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 给予了肯定答复 对于为何政府新闻办公室在与珍珠党摩擦10个月之后 才决定在北部建立媒体中心 主任尼灿表示 这是加沙战事烈度降低后 应对珍珠党威胁的正常反应 在去年10月7日事件后 以色列新闻办公室在加沙周边的斯战罗特 设立了临时媒体中心 为了配合各路媒体在加沙周边开展工作 该中心现已撤离 如今北部地区即将新设媒体中心 让人觉得以色列北部局势随时会进一步恶化 富汗卫书要以史痕 耶路撒冷报道 伊朗议会18日找开会议 对于总统佩泽西洋所提名的外长 阿拉格西的认知资格进行辩论 阿拉格西表示 新政府的外交政策将会旨在规避制裁 同时也寻求取消制裁 阿拉格西作为新提名的伊朗外交部长 在议会发表讲话 他表示 他将继续前任外长阿布拉西洋的牧林政策 优先发展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 阿拉格西表示 解除美国对伊朗的制裁 是新政府的首要任务 并将管理与美国的敌意和冲突 中国和俄罗斯和其他国家 在压制和压制的中央 能力和新的主要 新的领域和新的领域 在阿弗里、阿弗里、阿弗里、阿弗里 和南米和南米的压制 在在重复的法制裁 中央的国家中央的14个人 制裁法 如果俄罗斯和弥队的 不正确和法制裁法 和法制裁法 和法制裁法 是在我们的法制裁法 在我们的法制裁法 阿拉格西曾担任外交部主观法律和政治事务的副部长 首席和谈判代表 并短暂担任过外交部发言人 根据伊朗法律 破提名的部长在议会信任投票通过之后 将立即开始工作 方卫士 郑开里的穆森 德黑兰报道 欢迎回来财经方面消息 市场预期美联储很大机会会在9月份开始降息 国际金价在突破了每盎司2500美元的历史新高之后略为回软 而亚太局股市今天走出了分化的行情 由于日元上升 脱领日本股市在午后下跌了大约1% 台湾股市则是上升了大约0.5% 韩国股市则是下跌了大约0.3% 内地洪山两市享福低开之后双双走高 那现在呢 户指中午市报在2894点 上升15点 升幅0.53% 半日成交1557亿人民币 深圳指中午报8379点 上升29点 升幅0.36% 半日成交2184亿人民币 香港股市方面 恒生指数高开139点 随后升穿50天线 恒指中午报17614点 上升184点 升幅1.06% 半日成交520亿港元 电子代工生产商洪海称 公司在招聘上是不分性别的 针对一个早前报道指出 印度富士康拒绝已婚妇女 从事苹果手机的组装工作 洪海董事长刘阳伟就表示 公司在当地招聘是不分性别的 而且女性的员工比例占很大一部分 又强调 已婚妇女对公司做出了巨大贡献 不过富士康也承认 公司在2022年的招聘当中存在了一些缺失 但是已经努力解决有关问题 公司强烈驳斥就业歧视的指控 而印度联邦政府已经责令地方政府 就涉嫌的歧视问题提交详细报告 中国国安部19号在其官方社交账号上再公布多起反间谍案例 涉及学校学生和反间谍安全防范重点企业 提醒民众进一步增强国家安全意识和素养 共同助劳国家安全屏障 中国国安部通报 今年4月初发现有境外间谍利用虚拟定位软件 勾连某涉密科研基地附近的高校学生 以交友和招聘兼职的名义 诱骗学生拍摄发送基地照片 国安机关随后为这所高校举办反间谍普法讲座 揭露境外间谍惯用手法和伎俩 提高学生识别间谍的意识和能力 讲座结束后 有学生主动向国安机关反应 曾在网上遇到可疑人员和攀拉策反 表示以后要和身边同学共同提高警惕 而在今年2月 某市国安机关发现 职业学校学生赵某 在招聘网站求职时被境外间谍勾连 按照要求搜集有关敏感信息 整编后提供对方非法获利5000元 考虑到赵某初次违法且不满18周岁 有强烈的改过自新意愿 案件危害较轻 符合法定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形 国安机关依法给予赵某警告 和没收违法所得的行政处罚 并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 此外 去年9月 某市国安机关发现 某反间谍安全防范重点企业的网络设备 多次遭受境外木马病毒的网络攻击 国安机关连夜对这家企业 遭受网络攻击的设备进行取证 清除木马病毒开展风险评估 锁定网络攻击来源于境外间谍情报机构 随即指导企业采取针对性安全防范措施 同时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专门培训指导 切实降低间谍切密风险隐患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大陆渔船 闽隆于60877号 17号的凌晨四十曲 在金门东顶岛附近被撞沉没事件 导致船上一人死亡还有三人制联 根据内地新京报的报道 张州市海洋和渔业预警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 船只在沉没之前 曾经和一艘广东扇尾级船只发生碰撞 目前扇尾级船只已经停靠在港委渔港 碰撞发生的原因正在调查 而扇尾级船只头部聚报撞压得很厉害 据关注到的是在台湾 民主党主席柯文哲陷入2024政治现金的假账风暴 柯文哲表示会痛定思痛启动党务改革 而对于党内有声音 要求当时的竞选总干事黄珊珊负起政治责任 请辞立委 柯文哲表示已经指定黄珊珊负责善后工作 外界解读柯文哲力保黄珊珊的态度明确 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2024大选政治现金账目疑似做假账的风波越烧越烈 民进党议员又查出账目中有超过14万笔个人捐赠项目 总金额约2亿多台币 应该是透过网路汇款 但却登记成现金捐赠 质疑其中有毛泥 柯文哲满脸无奈 民众党账目一查之下千疮百孔处处有问题 他宣布要进行党务改革 包括了重设财务监督委员会 柯文哲这项人士命令被解读成力保黄珊珊 因为党内早有声音点名 时任竞选总干事的黄珊珊 因为假账风波负起政治责任 请辞立委 其中就包括了柯文哲昔日心腹蔡碧如 台湾政坛盛传 蔡碧如当初会离开民众党中央 就是因为不满黄珊珊争权 我是不可能回到中央党部去的 因为我觉得一个小党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本来就是应该要有人到各个地方去开支善业 民众党将举行中评会 讨论黄珊珊等人的责任 最重可开除党籍 不过外界普遍认为 柯文哲的态度很清楚 届时中评会的惩处 很有可能是高高举起 轻轻放下 黄卫视黄嘉诚中子民台报导 对于大陆实施的惩治台独的措施 台湾岛内有声音称 这是在阻碍两岸关系的发展 那海协会副会长孙亚夫 日前在青岛参加两岸关系研讨会时就回呛 说没有台独 当然就不会有反制措施 说话要讲道理 孙亚夫强调 虽然民进党当局在阻碍两岸交流 但是两岸关系总是会持续向前发展 大陆方面早前宣布惩治台独顽固分子的 二十二条司法文件 日前还在官网新增惩治台独的专题网页 海协会副会长孙亚夫接受采访 引用国财办发言人的话重申 这些措施针对的都是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 那么搞台独有利益两岸关系 对吧 你首先是有台独嘛 台独就是要分裂国家嘛 那么他本身这个行为就会阻碍两岸关系的发展 你说这个符合 这个这个是阻碍两岸关系发展吗 是阻碍和破坏两岸关系发展 先有台独才有惩治台独 反对台独 遏制台独 对吧 这个要讲道理嘛 对于两岸关系发展 苏亚夫呼吁要多进行交流 只有交流才能让两岸关系不至于倒退不前 民党当局的这种做法 阻挠两岸关系发展的做法 会给两岸民众来往和相互理解 造成一些困难 造成很多的困难 但是两岸关系总是要发展的 台独总是不会成功的 凤凰卫视 霍卫卫 火运清早报道 根据台湾媒体19号报道 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肖旭辰 在本周将会再率领大酒学堂的学生团访问大陆 那报道指出 肖旭辰7月下旬刚刚率领大酒学堂学生团访问重庆 那本周呢将再率团访问广东和上海 消息人表示尽管赖清德当局对陆港澳寄出了橙色旅游警示 更是近乎恐吓的方式 要求公庙不要付大陆交流 但实际上两岸民间交流依然是热络进行 他表示马英九基金会将会全力的推动民间交流 尤其是两岸年轻人之间的交流 通过开放心胸 坦诚交流 认识彼此 消除绿营政客所筑起的高墙 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球华侨华人促进中国和平统一大会 20号将在香港湾仔会展举行 今年大会主题是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和平统一 致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来自海内外的一千多名嘉宾将出席大会 全球华侨华人促进中国和平大会 是港澳台和海外环都出同代表的合同 展现了海内外侨胞和港澳台同胞 切成的爱歌情怀 传递了海内外中华而离 维护各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全力新生 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 石泰峰将为初期大会定制此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部会长姚志胜表示 这次在香港举行促统大会 反映香港成功实践一国两制 对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 在优质即兴的重要时刻 为国家统一发挥香港角色以及做出贡献 香港将透过促统大会 展现大湾区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庞大机遇 展现两岸融合发展的美好前景 同时在大会凝聚全球华人反独促统的意志 香港特区政府和港协纪奥委会 将会于21号举行巴士巡游及返港欢迎仪式 庆祝巴黎奥运会 中国香港代表团凯旋返港 与市民分享他们获得历史性佳绩的喜悦 两辆开棚巴士将会于上午的10点15分 由沙田香港体育学院开出 途经大维港铁站 驶至尖沙水钟楼 经海底隧道转至中环天心码头 再抵达终点天马公园 沿途接受市民的祝贺 而巡游全程约90分钟 运动员抵达天马公园之后 将会与学生交流 分享参与奥运的经验 中午行政长官将会在礼宾府设午宴 表扬运动员和代表团成员 在奥运会上取得的 杰出成就和付出的努力 之后运动员会再出席 特区政府和港协纪奥委会 为他们而设的反港欢迎仪式 在本期奥运上 港队奥运健儿一共取得了 两金两铜的历史性突破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韩国 因为韩国的民调机构 19号发布了最新的民调显示 总统引现月施政的好评率 再度下跌 仅仅为30.7% 而给出差评的调查参与者 仍然是超过六成之多 而同期的关于政党支持率调查 则显示 执政党的支持率也较上周 有所下滑 这次民调是于12号到16号 向韩国2009名18岁以上人士 进行了调查 误差是2.2个百分点 结果显示 以西约市政表现的好评率 较上一次调查 是下降了2.9个百分点 差评率则是较上一次调查 上升了3.2个百分点 达到65.4% 另外 调查机构还在14号和16号 对韩国18岁以上的1005人 进行了震荡支持率调查 结果显示 执政党国民力量党的支持率 和以西约相弱 只有31% 较一周之前下降了6.8个百分点 而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的支持率 为42.2% 较一周前上升了5.4个百分点 中国足球协会原副主席李玉毅受贿案 19号在湖北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 公开宣判 李玉毅被判处 有期徒刑11年 法院早上一审公开宣判李玉毅受贿案 对李玉毅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 并处罚金100万元人民币 依法追缴受贿所得财物 上脚国库 案件今年3月29号开庭 他被控在2004年至2021年 先后利用担任上海市经商区委副书记 区长 中国足协副主席 中超联赛公司董事长等职务上的便利或职权 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为相关单位及个人在求会户籍 承揽工程项目等提供帮助 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1200多万元人民币 李玉毅表示认罪悔罪 同日湖北省嘉瑜县人民法院一省公开宣判 武汉市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员主任 武汉市足球协会原强务副会长 秘书长傅翔贪污受贿行贿 耽误行贿一案 对被告人傅翔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1年 处罚金人民币140万元 追缴受贿所得财物 上脚国库 不足部分继续追缴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感谢您搭成今天的凤凰五件专列 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我们稍后播出的各级新闻